剛才來了 今天又要逆天行事 就是老天爺認為呢 如果照人的命相來看的話 有一些人的面相 可能代表著某一些的命運 可是今天我們有明星呢 他們就要證明 他們雖然長成那個樣子 可是他們的命運 並不如從老天爺所安排的 那第一段我們要看的面相 應該是你的袖子 這是什麼東西 因為要為了迎接蔡上京老師 不要再隆重一點 妳要去剪彩 好 歡迎我跟兩位老師 鄭老師 大家好... 你怎麼那麼多看錯我的節目啊 我在你旁邊好像瘋子的我幹嘛 你這一集跟我過聯播 不然... 叫我一個朋友 他在派員裡面有出現過一個 那個東南亞某個航空公司 空姐的鬼魂 就突然覺得要走 要壓扁一點啦 壓不扁 裡面有裝東西 這上下一期 這很標準的 上下一期 所以是好的還不好 他是上面多... 他是上面多一點 老師 你看我 老師 稍微多一點點 你幹嘛裝可怕 好噁心喔 我沒有 你穿成這樣還裝可怕 你這樣好像鞭炮 我好像褲子 鞭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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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像鞭你 你覺得這一集穿這個吃大虧 好 歡迎老薇請坐牧 好 大家先不要緊張 如果有這些面相的特色的話呢 雖然面相學這樣講 可是根據兩位老師的說法 還是要跟別的原因 一起來計算 而且這幾位明星 他們也不覺得這個事情 有帶來什麼困擾 維民兄 請問男生會故意 想要跟嘴型長得不同的女生 接吻來嘗試一下 不同的味道嗎 跟嘴型無關吧 跟身材比較有關吧 可是比如說像小S這樣的身材 但是卻穿大龍炮 你卻穿 也會啊 你拍這邊拍不到眼睛 我跟你講 我看他鼻樑 不要穿他眼鏡 你還要看三機作業 對啊 明明會發燙 你會不會發燙 不要燒起來 你自己...你自己穿出敗筆 你幹嘛把鼻氣拔在來賓身上 好 所以這個 你覺得小白這個型是男生會 立刻能夠占便宜就占便宜的人 因為皮膚白 是 然後腿很漂亮 可是帥君跟小白兩個 你會覺得... 他...他個性他也像男的 你就老覺得他是陰陽人 他本身不就是傻大姐嗎 對啊 我們很多朋友都不... 你都不會把他當女生 明明他身材就很棒 你就不把他當女生 你們男生不是最喜歡傻大姐 他不是傻大姐 可是小白...小白算傻妹啊 小白還不算傻妹 小白還不傻 小白只能說比較單純 不算傻妹 小白... 又不是朋友的 為什麼要放在一起講啊 他也自己還落零 天炮或什麼都會點不著啊 我們要問一下那個 大家帶來的運氣 就是聽說小白你... 妳真的覺得妳是一個摔人是不是 就...其實我本身是一個 很容易跌倒跟踩到大便的人 然後昨天在蕊王搞之後 我又被我家的狗咬 我就瞬間覺得 我怎麼這麼衰啊 就之前可能沒有覺得自己 這麼倒楣 對...剛剛一進棚又踩到白雲嘛 對不對 那妳在大學之後沒開始走紅 這個總不倒楣了吧 可是我覺得我沒有走紅啊 那妳要紅到什麼程度 妳才會覺得真的紅了 因為我一直覺得要像S姐看我歌 這種才叫做紅啊 我沒有跟我說比啊 我紅成這樣耶 我真的 我沒辦法比啊 這樣沒辦法比啊 你應該很擔心 誰應該贏我啊 他很擔心 別人覺得妳不紅 我好想把妳掛起來 她現在已經捲著了 妳要把它放開來這樣 我今天好沒自信 我覺得 妳出大幾年 如果開始錄大學生 到現在快三年 我覺得沒有什麼破產啊 這些不算...不算摔耶 可是我收入很低啊 就是賺得不多 我覺得白雲哥跟維銘哥 聽起來還比較有... 以前我們一開始 我告訴妳 一個月才賺不到八千塊啊 那我如果再一半咧 我們一天三百 那我如果一半咧 一天一半喔 可是妳是大學... 妳是大學生耶 就是不敢跟家人講這件事情 小白來 妳還跟... 真的... 抱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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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要是一邊的 真的...多少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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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一點 小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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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因為這真的比我想要 這種低滿多的耶 其實我自己不會覺得很低啊 擦到幾屁吧 你先寫生氣 你這樣會弄到鞭炮 會點不著 對啊 你不要怕弄濕好不好 我只有安妮說爆炸 安靜蔡 你剛剛說許願很有用 很有用 因為我今天早上在家裡起床的時候 我心裡有在想說 我好想上康熙 我晚上就來上了 小白... 小白... 你為什麼... 你為什麼... 我比較好奇的是 你怎麼會跟S的服裝 你怎麼會押韻啊 連鞋子都... 對啊 連鞋子都押韻耶 這個就算不到了 我也不知道 好倒楣 前帥君你也許願對不對 你打麻將的時候會許願 我打麻將 還有找停車位 我都一直許願 就是心塵則路 找停車位超有用 真的假的 不要亂交好不好 找停車位 真的 每次到一個地方 你只要念說 土地公幫我拜託給我停車位 三分鐘就一定有停車位 要講土地公嗎 就是那邊就是土地公在管的嘛 土地公管土地啊 然後你就是閉眼睛 真的 然後在車上等 然後找一個位子你就等 然後你就說 拜託 我真的很趕時間 希望你可以給我一個位子 那基督徒怎麼辦 基督徒的話 可能就跟上帝溝通嘛 那每個人都許的話 那車會很慢 所以我就很不想講出來 不是 可是每個人都許的怎麼辦 我是直接去跟房東住一個 因為我以前在裁解公司嘛 然後裁解很喜歡算命 然後所以變得我們幾個人 也都很愛算命 然後因為以前在團體裡面 就會有一些... 妳要哭啦 妳要哭什麼啦... 妳這個演技真的還好耶 我會有導演找妳演戲 那天浮誇就這樣 爛透 沒有啦 就是以前就會覺得 以前就會很想要你知道 大紅大紫什麼的 然後就覺得 怎麼都一直沒有來這樣 然後就去算命牌命牌 然後那個... 大紅大紫這兩個字 有沒有讓你們刺啊 所以算命老師說什麼 說就是因為我今年虛歲28歲 他說從我28歲開始 我的運勢會比較好 就會漸漸的一直往上 然後結果今年我就真的... 開年的時候我就接到 還有那個內地的戲 然後還有電影跟主持 所以我就希望 因為我拍了一部電影 跟誰 安穎萱 你是男主角 你跟安穎萱談戀愛 我以前就有拍過... 不是...我以前... 我以前就有拍過一部電影 哪一部 哪一部 那什麼女主角是蕭淑勝 小姐 你講給我們聽啊 哪一部啊 我們還去上海拍耶 你當過電影男主角喔 我當過電影男主角 所以你以前 其實就已經有運氣啊 但是就是... 你這種秘密 怎麼現在才講呢 對啊 你看 妳們都不知道啊 你怎麼那麼低調地拍電影 反正我就是覺得 我有點倒楣 但是接下來要出文了 我們要大紅了 對耶 所以你有覺得那個要來了是不是 就我快要成為巨星了 也沒有到巨星啦